今天好在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OMICA汽車黑盒系列的 藍寶堅尼或藍寶基尼斗念 DIABO SV 系列的兩台車子 應該說是同一台 橘色版的算是初回發售的紀念版 跟黑盒版的這是一般版 統計兩款 然後這是本人第一次開到所謂的黑盒版 盒子本身上 盒子其實個人是沒有什麼很大的興趣介紹 然後他這邊有講 他的特別之處就是所謂的 車燈的部分 頭燈的部分可以打開 跟左右兩側的 車門的部分也可以打開 算是一個 比較更精緻的TOMICA汽車 本人第一次開黑盒的 因為這個真的是蠻帥的 然後就直接打開分享給大家看 一般版的黃色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內容物除了車子 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車子本身這樣子 上面看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前面是這樣子 南寶堅尼的標誌在這裡 然後後面的排氣管在這裡 然後車底的部分 2018的新車底 算是蠻新的車底 然後這邊有講他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 忘了都沒有講過 然後這邊有南寶堅尼 DIABO SV的 車底的編號 側面看這樣子 前面這樣 後面這樣 然後可以開的 他這邊可以看到 他的車門的部分開是這樣 怎麼開 開 車門的部分是直接這樣子 往上抬而已 我以為還有一個角度 車門的部分可以 左右兩側可以分別打開 他車門是往上的 往上的 可以開到這個角度 然後打開後可以看到 駕駛座的部分 其實跟台灣是一樣的 都是所謂的 左駕駛 這邊這樣 合起來 那個聲音感覺好好聽 然後車燈的部分 一樣可以打開 然後車燈的部分 他是兩面一起開 他不能單開一面 跟原本車子的設計 是一樣的 這邊其實可以 下面有開關可以按 這邊有開關 有個車燈的開關 可以往上抬 往前扣後 車燈可以打開 往後扣後 車燈就關起來了 像這樣子 我記得 之前看哪個漫畫 當你到極速的時候 其實他這個車燈 是不能打開的 他車燈打開會 造成那個 亂流 亂流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有點忘記了 車燈打開 關起來 車燈打開 關起來 打開 關起來 打開 關起來 這是藍寶堅尼 DIABO SV 的一般版 然後橘色這個是 所謂的初回版 然後一樣打開給大家看 這個售價其實 我個人覺得還不算貴啊 現在網路售價 大概500多塊 就可以買得到 這個兩組一起合售的 橘色這樣 橘色的 底下 藍寶堅尼 他其實注意看 他這個不是其實 他有點像香檳的顏色 香檳橘嗎 一樣 車車底 車身的部分 基本上只有顏色的差異啊 車身 的部分 然後 油箱孔的部分 則是一樣在是 都一樣在右側 剛剛沒有講到右側 右側這裡 側面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轉圈 車底的符號基本上一樣啊 然後車燈的部分 一樣的設計啊 就是這邊有個 卡榫 你往前撥 這個就比較緊 剛剛 剛剛黃色我這一台 為什麼很鬆的感覺 沒有很緊 這個就很緊啊 這個卡榫就很緊 初回版的卡榫就很緊 卡住後 車燈就打開了 車燈的部分是這樣子 前面看這樣子啊 然後 所謂的 車燈如果要關的話一樣吧 這個往後撥 然後兩個 車門的部分 往上抬 往上抬 這樣就完成了 往下撥 往下撥 上面這樣子 橘色版是初回版啊 黃色版是一般版 個人是覺得都還蠻漂亮的 顏色啊 然後注意看的話 它所謂的橘色版 其實上面還有點亮漆的感覺啊 它並不是說單純的橘色而已啊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考慮 去購買啊 這組其實不算貴啊 大概500多塊就有了 然後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尋找